打两次胎以后还能怀上孩子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范李静 CN是第三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 那么打胎也就是咱们俗称的人工流产手术 那么往往来说的话就是说是 做人工流产手术是就是意外怀孕 不得不选择的一种方式了 那么就是做两次人流来说的话 就是说如果多次的做人工流产 有可能会造成咱们的宫颈的一个就是松弛 那么导致你再次怀孕的时候出现咱们的宫颈 就是早产对吧 习惯性流产的可能 第二个你多次流产 有可能会造成子宫内膜特别薄 那么甚至宫腔的粘连导致激发不孕的可能 第三个多次人流 那么也会引起一些激发的一些感染 包括树栏管的一些炎症 导致树栏管不通 激发公外孕的可能 那么当然这是一些就是 出现的这种几率是也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只要去说做上两次流产手术 一般在正规医院来做手术的话 正规的手术术后正确的一些 注意事项预防感染 那么绝大多数人说 做两次流产还是可以怀孕的 那么要是怀不上孕的话 那么这一部分人属于一个个例的一个现象 打过他来说的话 就是说注意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做完流产之后两周之内 一定是注意外孕的一个清洁 注意休息 然后严禁性生活 然后避免就是咱们的一些盆育 这一块是特别要注意的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咱们的饮食 生冷辛辣 刺激的不要去吃它 再一个最关键的是 做完流产以后 那么最好是在要怀下次认身的时候 建议隔半年以上 相对更安全一些